出国旅游或出差 除了医务用品外 您还会携带什么 头痛药或者是鼻子过敏的药 一般来说应该就是医务 然后比较简单的一些防晒 化妆用品之类的 不会想到要带药品 几乎不会 而且有时候药品会有管制的问题 许多民众害怕药物管制 而没有准备急用药 但台中一名50岁男子 有心血管疾病 出国出差嫌弃 幸好听了医师的建议 随身携带舌下寒片 心脏病发时 救了自己一命 心血管疾病的病人 请记得随身携带舌下寒片 如果你的疼痛情形 超过三片都没有办法去缓解 可能还是得救进去就医 心肌梗塞与脑中风等心血管疾病 是旅行者中最常见的非意外死因 如果要到远距离的国家 携带的药剂需要长小型 必要时心电图也别忘记 服用高血压利尿剂等药物 别忘了随时补充水分 大家新闻来被宣吊雪信 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